而且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汉字啊 中国便利店微信支付宝兑换美元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我们都知道这一两年以来啊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线偷渡到美国 那前几天也分享过一支对吧 那今天要分享另外一种形式的走线 是什么呢 有中国人啊 甚至在走线的路途中开了走线的商店 那里面呢 他就写到我们可以用这个支付宝 还有微信转账对吧 还可以跟我换购美金呢 那我们接着带大家来看一下 来点评这个关于美国之音的记者 走访了这家中国商店的画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从里面也可以看出一些 这个走线的实际状况 让更多台湾人了解一下 看到我身后呢有很多的移民 他们是刚从这个河上岸 然后来这个登记点进行登记 这一个难民登记点呢 是可以应该是可以容纳300人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环境 昨天我们得到的这个 从联合国的人员告诉我们的数据呢 是现在这个移民登记点 已经是有超过了2000人 那么他们其中呢有一部分人 会在这个下午两点多钟开始乘坐大巴 从这个登记点一直开往这个 巴拿马西部的边境 一直到哥斯达利加去 但是这个大巴呢 需要60美元的车费 那么有很多的南美移民呢 他们交不起这个车费 可能就会在这里滞留更多的时间 那么在这段时间呢 他们会希望 比如说在美国的经济 或者在家乡的经济 可以给他们汇一些钱过来 那么很多的这个中国移民呢 他们是没有这个问题 他们都是准备了足够的现金 来这个交接下来的车费的 我们见到了一届中国的移民 那么根据这周的数据呢 在这个移民登记点 中国移民的数量大概是占所有总人数的5%左右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移民登记点呢 有一家零售店吧 卖一些杂货和食品 那么这个零售店呢 是由中国人运营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汉字啊 中国便利店微信支付宝兑换美元 所以说中国移民到这呢 可能都会到那去 比如说购买一些物资 你下面去那个便利店 你看看是怎么样情况 我们看到这个移民登记典里呢 是有一些小的商业 卖一些食品啊 或者用品 但是这个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一家 应该是物资也相对比较全的一家商店了 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个货架上 有很多的面包 食品 还有些小零食 这应该是饼干 还有水果 这个我们看到有苹果 有梨 但是我没有看到价格 我们一会可以问一下 老板这个多少钱 一刀 两个苹果 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些生活必需品 一些衣物啊 袜子啊 这边是可能要过夜用的毯子 保暖的毯子 然后这边是有一些婴儿 这应该是婴儿的纸尿裤 像这样 那赢在儿童的剃血山也是5美元 根据这周的数据 应该是大概有15%左右是儿童 我们看到现在这些 应该就是这个便利店里全部的内容了 我们可以从里面的数据得资啊 其实走线的孩童比例也不少 占了这个走线人数的15%左右啊 我们还可以从里面大概推算出这个数据 那记者他说他走访了 这一个其中的转运点 每周统计有2000人左右 那其中中国人占比是5% 那也就是在这一个转运点里面 每周走线的中国人就有100人上下 如果按照这个模组去推算 再加上其他的转运点 那估计每周走线的中国人有4-500人 那这4-500人 就不乏有很多的家庭是一起走线的 对吧 那我们之前也分享过很多影片 真的是西家带卷 带着小孩这样背着孩子啊 在墙堡中的孩子也好 或是这个国小的那种孩子 就带来走线了 那一个月就差不多 有快2000多个中国人 走线到美国 在2023年的1月到7月 统计啊 中国人走线被抓到的就高达1万人 那这1万个人平均 每个月就是1428人 当然这个数据只算被抓到的 那加上没有被抓到的 那大概率走线中国人数也是 每个月1500到2000人左右 那我看像是小翠石正 这些等等的中国反贼嘛 那小翠石正他本人就是在 中国金融业工作多年之后 移民到美国 那他也蛮会分析中国的经济 跟分享他以前这个中国的金融 行业的工作这个情况 大家可以去订阅他一下 他就说了一些关于中国走线客 大概率啊 不是像那种 我们影片里面看到那种 南美洲或是非洲那些的平民一样 真的是没有钱 连60块的车费都买不起 刚刚这个记者也说了 中国人是没有买不起车费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都是做好大量的准备过来的 那很多走线的中国人家庭啊 基本上就是中产或是中下阶层 还不到底层到平民的那种 那很多人在走线的时候啊 会去中国国内 找各种的借贷 或是信用卡刷报 或去找那种银行啊 中国的网贷啊 然后把这些钱啊 全部带去美国 所以他们在走线的路上 可能就是带了非常多钱 那一旦成功有了政治庇护啊 那这些钱啊 就很难被讨要回来 而小翠感到意外的是什么 竟然有非常多的中国人是支持 这些走线的中国人 把中国的钱啊 操走的这种行为 反正中共也会割韭菜 那不如就让我来割吧 我还没中共这么换 我割的也没中共这么多 我可能在这个中国国内的银行 或是金融业 或是这个借贷 我骗了两三万人民币 但中共是每年两三亿这样子啊 对吧 所以我只是 九牛一马啊 那这让我想起过一些报导 有一些中国留学生 毕业回中国前啊 刷爆日本的信用卡 刷爆美国的信用卡 然后他就回中国 继续装死 反正他以后 也不会再去日本跟美国 所以他没差 走线的人 如果蛮多人这样子 开始去骗钱的 难怪越来越多 河南村镇银行在中国诞生了 你们心中是真的反共吗 中共在薅老百姓的钱 你们也在同流合污 薅老百姓的钱 那这些钱还不出来 那他就是呆账 他就是烂账 在中国是环环相扣了 那你看那个买到烂尾楼的这个业主 他还要继续还那个贷款 那那些人 他们的情况不就更加困难吗 这些钱 你们带走的钱 都是留在中国的老百姓 要为你们买单的 那中共他还是继续会贪污对吧 那那些走线人 薅走老百姓的钱怎么办 那我就从其他方面 再加重老百姓的赴税 或加重其他老百姓的层层的方面 昨天中国那个微博上 还登上热搜 在说你有没有退税 或是你有没有被加税 就好多中国人就说 哎呀我的收入还没有到缴税 我好开心啊 所以他们其实对这个税 纳税是没有什么概念的 其实你买的任何商品 滑鼠也好 饼干也好 里面都是有税的 为什么中国的小票 发票里面没有标明 税是多少 因为他不想让人民有纳税人的概念 OK 我们再说回来 如果你们今天这些走线的人 你们是抄了哪个村委书记 或是市委书记 贪污来的财产 然后呢在走线的路上 开设一家公益商店 是中国公民的 我们就可以免费给你什么 可以给你一些资助 那这就算了 所以走线的人群中 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反共 真正想要民主自由 公平正义 当然公平正义 在这个世界上是绝对不会有的 但是相对来说 我们希望可以 尽量打到那个平衡对吧 那又有多少 是因为不敢去反共 但生活真的过不下去 而逃离 只要身上倒台 我马上回中国 爱党爱国 因为你知道爱党爱国 爱中国共产党跟爱圣上是 不同层面的事情 前几天我不是也才说过吗 有一个中国人走线到美国后 跑回去驻美中共领事馆 居五星旗大喊 我爱祖国 美国太令我失望了 我要回中国 那这显然是带任务了 希望大家不要去走线 你看美国没那么好 台湾的民主也非常的差 所以还是中国好啊 对吧 中国现在只是遇到一些困难 而这些困难 都是美国欧洲造成的 所以大家呢 共赴国难 共体时间 我们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可以挺过去了 所以当你今天选择 用这种跟中共一样 压榨百姓的方式 去谋取自己的生存空间 那这种事情只有零次跟无限次 所以守住自己的人格 不要跟你恨的中共 做出一样的行为 而通常也会有很多人 在美国 真的定居下来啦 繁衍后代啦 但其中这里面 还是有一部分人 他们会继续教导他们的孩子 我们要爱党爱国 一辈子都是中国人 当中国的十一国庆 或是这个七月一号党庆 还是七月几号的党庆 对吧 你们就会在美国的街头 举五星旗 举党旗 爱党爱国 当这个中共的领导人 来旧金山 来纽约的时候呢 你们又会发那个走路工 去排排这样 我爱党爱国 但你们拿的是美国护照 或者是说 哎 你发现自己的子女啊 有一些表演天赋 或是歌唱的特别好 运动能力特别强 或是长相特别的好 那就让他去中国赚演艺事业的钱 然后呢 让他继续爱党爱国 但他拿欧美国籍 那其中这个爱党爱国就有可能会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或者说什么 跟着组旋律去走的言论 而最近啊 知名央视主持人之一的水军毅 他被中国网友发现 他论去加拿大了 从去年开始 他好多文章都是在加拿大 然后又去见了哪 什么北美留学生 见了什么什么北美的一些 爱党爱国的博主 但他可能是欧美国籍的对吧 那其实央视好多退休后的主持人 或是记者 都是往美国或是加拿大跑 那他们每年还会定时聚餐 所以真的是 反美是工作 赴美是生活 央视跟我们民主国家 一般的电视台是不一样的 央视是中国共产党的电视台 那虽然水义军他本人 没有公开的说 对我就是论了 对吧 我取得了加拿大的永居 或是我取得加拿大的国旗 他没有说 也不会有曾经在体制内的人 公开说自己真的论了 除非这个人 他是被党内斗争之下失利的 他才有可能说自己论了 像是蔡霞啊 还有王总统这些人嘛 不然通常在体制内 或是宣传部门 退休后 蛮多都是默默的 跑去欧美定居 我也不说 毕竟他们自己做的宣传 他们自己心里知道 哪里才是好地方 但水义军不可能公开高调的说嘛 最大的原因是 他女儿水义师现在在央视认知 还在萌芽阶段啊 顶着老爸的光环啊 在央视又可以混书一番名堂啊 水义军他哪敢说啊 他说了他女儿就遭殃啦 为什么有一对中国网友呛他 说你怎么不认去俄国啊 朝鲜啊 为什么特别强调俄国 因为他爸爸是俄语教授 而他也曾经在央视说俄国好 俄国爸俄国下下教 对吧 你们在国内把钱赚了 把资产转移到海外 为什么央视的人都喜欢往国外跑 对吧 这也是我说的 因为我前几年就做过央视几位主持人 在美国聚餐的影片 那最后还是要来说一下 我们台湾人最关心的 最近中共持续在跟我们闹 他们的三无传事件对吧 那国民党夏立衍啊 还跑去中国跟宋涛同一口径 你跑去中国跟人家谈没有问题 但你为什么是同一口径呢 你是钱快是你吧 宋涛要求你去监督民进党 去干翻民进党 所以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定义下的 八个民主政党 由共产党统一领导的国民党 你是他定义的这个国民党吗 你不是的话 你竟然跟敌人同一口径啊 然后还说什么 民进党逢中必反 你怎么不说说你中共国 逢欧美日韩必反 前几天欧洲议会 压倒性飘述通过 台湾与中共国互不隶属 也被你呛 最近这几个月啊 英国跟法国议会也提出了中国片面改了M305的航线 严重影响台海预警的安全性 全世界都在渐渐的挺台湾 哪怕是远在天边的英国跟法国 坐飞机过去都要十几个小时 他们议会都在讨论这个话题了 只有台湾人 部分的台湾人不在乎 只有台湾人觉得没有这么可怕 中共没这么坏 是我们想太多 西方人都已经渐渐的在过去 衰竟中共的那个年代 觉醒了 只有我们还在追生梦死 而我去中国的网站百度也查了 你们也在严惩山无传之 结果这次的事件你支支不提 那只有一个结论 他真的不是山无传之 他是你带任务去的 不然你怎么不惩罚他呢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个 2012年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 当时的中共发言人是洪磊 我们来看这个暖心的发言说了什么 中青社北京7月21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21日晚间就俄罗斯边巡开炮中国渔船事件表示 以上事件是突发的 故隶的事件 相信双方人本持着中而友好的精神 下一解决 希望两国人民可以更客观冷静的看待这一切 所以呢 我们要防止这一件的事情再发生 以免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和大局 诶 大家看到了吗 俄罗斯做的还炮击耶 然后呢 你们说没关系啊 中俄友好 我们底下的小粉 你们闭嘴不要再讲话 所以我说了中共7.3.2 你说俄国他可能军力比中国强 所以中共怂了不敢嘴 但北韩也炮击了中国的船耶 中国也不敢嘴 那按照人口比例跟我们从这个军事排行榜来看 北韩打得赢中国吗 北韩的经济有中国可以支撑这么久吗 没有啊 那为什么中国不敢去跟北韩谈 不敢跟北韩讨回空道 所以唯有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强硬 我们的底线 中共才会闭嘴 当他知道我们的线在哪的时候 他才不会一直在试探 而中共一直在强调 台湾是属于中国的 台海是中国内海 所以没有禁航区 哦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我们的船 是不是也可以开进 或是靠近北京的黄海 或是渤海里面 我们台湾的战机 是不是可以直接盘旋在中南海上空 因为台湾的飞机也是中国的飞机 不能嘛 所以你台独嘛 我就问你 你说台湾是你的省 你自己的一个省 哪来的跟自己的一个省谈判 你跟我讲 你跟山东省谈判吗 你们也抓过台湾间谍 逼他上电视认罪对吧 我就问 你会抓自己国家的一个省的间谍吗 你听过美国今天出来 我抓了加州的间谍 我抓了德州的间谍吗 你不觉得这种话讲出来 都非常的可笑吗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点赞 我不想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爸的 下集见 拜拜